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请大家来一起领领受这个社会的平安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你们自然这样承认 我叫平座被造而立为传道执事的职份 申告上帝的恩典给你们 并代替我主耶稣基督按照他的命令 圣明的一些就以奉父子圣灵的名 阿们 今天早上我们崇拜的主题是 一景中的宁静 我们有四篇二十八篇的神读 上面我们有四个分享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投入在四个的敬拜里面 一起来送羊套 战旅套 战旅套 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 同悔的人 我的心 感受 注纹的眉山 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 耶和花吹听 困苦人无求 救我脱离 一切患难 他必再思维 安应的救我 心靠他的什么都不缺 我要试试 承送耶和花 赞美他的花 必尝在我口中 我的心 要因为 耶和花挂扬 我愿担 尝在你地方 全是什么都不缺 也会打须找 远地啊 汝不能咬开裡面 说呢 你听见 不 mugelen 一心感受 触纹的眉山 敬畏他的 什么都不缺 耶和华吹听 关乎人苦求 救我脱离 一切患难 他必在思维 暗影的救我 心靠他的 什么都不缺 我要试试 承送耶和华 赞美他的华 必尝在我口中 我的心要因为 耶和华夸耀 千辈人听见 救后耀 踏喜乐 我要试试 承送耶和华 赞美他的华 必尝在我口中 我的心要因为 耶和华夸耀 千辈人听见 救后耀 踏喜乐 我的心要因为 耶和华夸耀 千辈人听见 救后耀 踏喜乐 上面这首歌叫《安静》 就让我们完全安静在神的里面 透过他的话语 带来给我们力量 他的话是我们脚型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是我们在花团中 随时的帮助 我们在花团中 随时的帮助 藏我在 翅膀影响 藏我在 翅膀影响 在那手中 当大爱翻腾 波涛惚 我与你 战斥 暴风 伤空 赴你 仍作王 彩虹 水中 我要安静 赐你 诗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明安心 我明安心 在祈祷你 你 你的难 是我安然心靠 你当难 是我安然心靠 当大海翻腾 波涛惧 我与你 战斥 暴风 伤空 负祢人走望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置祢是山 当大海翻腾波涛荣庸 我与祢暂时暴风伤口 负祢人走望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置祢是山 四篇四十六篇第十节 他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捐从 在片地上也被捐从 我离开 我安心在嫉妒你 你胆囊是我安人心靠 当大海翻腾波涛荣庸 我与祢暂时暴风伤口 负祢人走望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置祢是山 当大海翻腾波涛荣庸 当大海翻腾波涛荣庸 我要安静置祢是山 我与祢暂时暴风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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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祖妹平安 今天我们主要读的经文是诗篇二十八篇 大卫的诗 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 我的磐石不要向我尖默 倘若你向我闭口 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我呼求你 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 他们与灵舍说和平话 心里却是奸恶 愿你按照他们所做的 并他们所行的恶事代他们 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代他们 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 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 和他手所做的 他就被毁坏他们 不建立他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赞送他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宝藏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 扶持他们直到如愿 以下请会众起立 我们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彼此坚定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我们的主 因着圣灵成运 从彭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 葬了 下到地狱 第三天从死人里复活 后升天 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一圣基督教会 圣徒一体 罪得圣灵 肉身复活 并且永生 阿们 哈喽 各位听众姐妹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 这个经文是在诗篇28篇里面 这个是我在这几个礼拜 我选定 一个叫疫情下的灵境 作为我的主题 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下个礼拜 在下个礼拜 我们都是从诗篇来 选读一些经文 我特别选就是28 29 30 31 刚好是四个礼拜 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 对我们一些反思 大家可能也留意 就是在这个疫情下 有很多种种的一些观察 可能在自己家里面 可能自己感受 还有就是我们看新闻 我们都看见一些不同的事情 比方我们在新闻里面 我们看见有很多出现的一些示威 还有抗议的事情 因为这个服务 什么时候开工 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这个实现的问题 引起很多争议 我们知道 现在要等到五月底 才知道要不要继续下去 居家抗议 对我们来说短时间还可以 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家心里面真的 我听说一些经文里面感受 确实是有点不难受的感觉 因为这个疫情脱长的话 这可能我们加深 我们对前景的不确定性 有很多人他说 我在家里面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一旦又回到公司里面 在公交单位里面 可能又一番适应的时间 真的不容易 有点像就是 我们去旅行 回来以后上班的时候 好像心里面还是想 还想做在别的地方 现在我们不是去旅行 我们是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不是一个礼拜 不是两个礼拜 是一个多月 到月底的时候 差不多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可能我们又要回到 这个上班的地方 这会有点陌生的感受 当然有一些人他觉得 这个上班会很好 又为什么 因为在居家抗议的时间 家里面就好像打仗一样 景天可能就在骂 骂孩子说 不要打游戏机啊 可能就 孩子们天天 有些时候吵架 要让他又去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能够 去上班的话 去去了 回到自己的岗位里面 转移 视线 可能大家觉得更喜欢 所以期待 福工 我期待留在家里面 我们心里面都有不同的感受 非常复杂 对不对 我们就在这个疫情下 我们要 求主来帮助我们 透过神的话语 我们领受一份灵敬 我们求神带领 我希望 透过这个诗篇 今天的所读的经文 来帮助我们 各位姐妹 诗篇 本来又是个非常 很好的一些一卷书 它有祷告 一些很好 很多让我们成为祷告的 这个内容的一些经文 它也有一些教导 它有一些方面的重要的材料 我自己觉得 这个诗篇 是蛮借地气的 因为它跟生活的 这个事情 很密切的 它会把生活所面对的事情 反映出来 比方它面对敌人的攻击 它很不舒服 心里面真的很非常难过 难受 就把这个难受的感受 怎么样 就讲出来 我自己从诗篇里面 我看见就是 怎么样可以在生活里面 表达信仰 因为我 当我看这个诗篇的时候 诗篇是表达 就是对神的信靠 所以特别损 这几篇的经文 今天是读 二十八篇 我们先来 在神的面前 做个祷告 好吗 亲爱的恩主 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恭敬 把我们这个疫情下的 我们的矛盾 我们心里面 有很多的感受 我们带着神的宝座前 求主 让我们在这个崇拜里面 我们在这个敬文里面 享受 在疫情下的灵敬 用你的话语来 坚固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以我们每一位同在 神带领我们 亲爱的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 上面的时间 我们今天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给我们来求 阿们 诗篇二十八篇 这个是个祷告的诗篇 祷告是怎么样 是求神 帮助这个世人 有人说是大卫 从恶毒 跟这个仇敌的手里面 被释放出来 更重要的是 脱离这个致命的危险 大家知道这个背景 如果看一些资料 他说这个亚萨龙 在背叛大卫的时候 大卫因为敌人的欺骗 还有他的 他们对神的漠视 受了很大的困扰 他也为自己的生命很担心 其实这种体会 很适合在我们现在 很多不同场合里面 面对苦难的时候 面对我们不能胜过的仇敌 这些人 我们就在这个 非常严禁的 非常危险的时候 那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帮助 我们要期待 上帝来祝福我们 在疫情下 我们在临近之中 我们怎么样来培养 一种信靠神的心 如果我们现在信靠神 有什么结果 在生活里面 我们会起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在 读四篇二十八篇的时候 起码在我自己来说 我们会想到自己 信靠神 通常当我们想到 信靠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我们求财政方面的困难 在推收金方面 糟糕了 小了一大半 怎么办 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神啊求你来停止股市 大跌 我们在身体健康方面 我们患病了 神啊求你给我们健康 在这个 还没有患病的时候 神啊求你给我们 就是没有感染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切切祷告 不要病 不要病 那我们关系方面的话 可能我们遇见一些 关系破裂的时候 神啊求你给我 恢复这个关系 我把这个 我很爱的这个女朋友 交回给我 放回到我们身边 在工作方面会怎么样 哎呀神啊 我们现在怎么样 在疫情底下 没有工作开了 没有公开了 没有工作做了 那我们怎么样 不要说我们有什么 要promotion 要升到更高的几位 留下来这个 我们也不 不能保证 我很担心 我们就在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一一把这个事情 叫做给神 有人说这个信靠上帝 所谓的真正信靠 不单单是把你一点点上目 放在神面前 就是这样 我们要为某些事情来 教给神是很重要 对 没错的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学会 在实践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信靠 又体会上帝 好 四篇二十八篇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怎么分呢 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称为在患难里面的固求神 第三节到第五节 就是教育到患难是怎么样 而第六节到第九节 就是准而来赞美上帝 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吧 四篇二十八篇的一节到第二节 四人向神来护求 他怎么说 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 我的磐石 不要向我 证默 倘若你向我闭口 我就好像如将死的人一样 我想我们都在 很多患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这样来做 类似的祷告 我想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特别留意这个 在这个视频里面 他常常用一个名字 对神的称呼叫什么 耶和华 耶和华我要求告你 我们要留意这个名字很重要 传道书里面 没有用一个叫耶和华 他传过是用一个 Alohim的神 这个字 创世纪 有的时候会用耶和华 有的时候会用神 有的时候使用耶和华神 不同称呼 意味着有不同的期待 当世人在这二十八篇里面 常常用耶和华的时候 他想做这个 神是怎么样的神 是在患难里面 来大救他的神 因为耶和华 在插集里面 曾经有一段经文 他说 他听见 他看见 他下来 他要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这个就是耶和华 他名字的内容 所带来丰富的含义 他记得 曾经应允 承诺 他祖先 以色列名 祖先 所对他们 所讲过 讲过的话 那我们称呼 我们是有这个 称除的对象 同样这个世人 在这边 他说 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 我要求告你 我们要能够想起 我们这个 所祷告的对象是谁 是你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对我们所要求的 我们求的也不清楚 我们求的对象也不清楚 那这个祷告 这个很难 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神应于我们祷告 我记得有一个人 他 他发病的时候 他患病的时候 他本来不信 后来他什么都拜 要来到教会里面 后来 有丁水梅真的为他祷告 神就医治他 但是因为他太多的 不同的宗教 都在这个患病的时候 去来拜拜 去来拜访 后来他 就病好了 他就反过来 没有去教会 因为他根本敢不清楚 他向谁来求告 谁应于他 有姐妹 我们在这边 我们看这个诗人 他所称呼的是 耶和华神 他说我要求告你 那同样的 他也对这个神说 我的磐石啊 我的磐石 My rock 今天这个磐石 这个字是25次 我一直来看这个诗篇 在25次里面 来称呼 这个神是我的磐石 那其中的五节 就只有真的是讲到 这个大伤 别人磐石 就是他击打水 击打这个磐石 那这个水就出来 但是有20次 用这个磐石的rock 来称呼神 然后我们也曾经 看过一些经文 就是把这个磐石 山寨 高台 避难所 这几个来称呼神 同一节里面 可能有分了两段的时候 他都称呼 磐石 山寨 高台 避难所 在古代 打仗的时候 祭 高点 是非常重要 你能够在高处 你能够看得见 看得远 你能够在这个 敌人 攻上来的时候 跟 投这个石头啊 很多的攻击 叫他不能上山 我的磐石 我的山寨 当有打仗的时候 他们可以 被在这个山的 这个石头后面 那大块的石头后面 这个石头就成为 他的宝藏 兄姐妹 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会看见 就是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他相信 神是 他可以投靠 他成为 他可以在 患难中 可以投靠的对象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看就是 他这个 有生命的护求 他怎么说 他说 不要向我 闭口 不要 对我沉默 这个是人 心灵里面 最大的痛苦 我不晓得 在这个时间 我们有没有 这个痛苦 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 居家疫情里面 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我们要向人来 投诉 倾诉 分享 甚至于埋怨 好像都没有人 在你旁边的时候 就非常难受的事情 是人他相信 在上面有神 会聆听他 如果万一他 再沉默的话 再糟糕 所以他要求 神啊 不要 不要 不要闭口 告诉我 告诉我 用耳朵来听我 然后用你的 能力来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情 神听 神不听 两个结果 对于世人来说 非常重要 就好像生死 有关的事情 倘若你向我闭口 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在这个第一节 在说这样 神 如果真的不随听他 神如果这个沉默的时候 他就好像真的 进到一个洞里面 这个 另外一个方言 叫撒康里面 落在一个洞里面 碰下一个洞是怎么样 是什么地方 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所以对世人来说 神你听我不听我的话 这个是我生死有关的事情 你不听我 你闭口的话 我就变成一个死人一样 你可以想象 当时这个世人 你可以说大卫 所面对的困扰 是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严重 然后他说 在这个 他要求问神 所以他到跑到哪里 他说 我呼求你 向你自圣所举手的时候 求你来随听 我很求的声音 自圣所是圣殿里面 最内部的地方 有乐规 相信神同在的地方 如果在哪里 都不能听到 上帝的声音的话 这个是最大的咒诅 对不对 就因为 我们求神来帮助 这个就是 世人在这个第一节 第二节 他所发出来的感受 我们往上去来看的时候 第三节到第五节 他都表达 他受奸人所害 要向神来申诉 来投诉 他说 不要把我和恶人 更作孽的 一同给除掉 他们跟林世 说和平的话 心里面却是见恶 愿你按照他们所做的 并他们所行的恶事 来带他们 愿你叫做 他们所做的 带他们 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 嫁给他们 他们既然不留心 耶和华所行的 和他所做的 他就必毁坏他们 不建立他们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到 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发觉 这个大卫 一个世人 他怕什么 他怕就怕就是 当神来判断事情的时候 没有分开 他是无故的 其他人是 就恶的 我们很怕 我们的冤情 没有人知道 我们怕我们的难处 人家不晓得 但我们更怕就是 我们所投给神的一些 所有带导的事情 好像神没有理会我们 我们都常常处在一个就是 不要揽摸我 不要轻看我 不要把我放在一个角落里面 我是非常重要的 请你重视我 请你看我一下吧 我们要看见这个世人 就要引起上帝的注意 他跟这些人不同的 我在这里啊 上帝啊 你请你看看我吧 作恶的人 行事 邪恶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表面可能讲得很好 心里面有另外一回事 表面跟你说 很好 我非常爱你 但是另外一遍就怎么样 他准备有加害于他 连如果 这个亚赛龙 这个作为儿子 他对这个父亲也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在身边的朋友 他会怎么样 对另外一些朋友 都是让我们来想到 非常沉甩的事情 很多人 心里面有不同的阴谋 恩地里面 来做出很多不见光的事情 但是他的言语 他表面好像装的装模 装无作样一样 接下来另外一些恶事 除了阴谋 在心里面 发传的阴谋以外 还有就是 他不留心 耶和王所做的 还有就是 他所做的事情 他的手 在做坚恶的事情 但是他忘记 上帝的手 要施行公义的事情 所以 所以四人在求神 来报应他们 我不晓得 我们尚不尚信 神有报应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报应观 在这个年代里面 越来越 给人家的轻看 虽然我们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 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实际上发生 有人 当他越中恶的时候 越被升高 但是如果你 行义的时候 又怎么样 第一个被fire 第一个被辞掉 但是 报应的事情 是在神里面 是清清楚楚的 报应的事情 是建立在一个 神是公义的神 这个事情上 人有很多事情 可能隐瞒 没有人知道 但是不要以为 连上帝也不知道 神也知道 神绝对是知道 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 我特别留意 就是我把我们更多的时间 集中在第六节到第九节 第六节到第九节 就是转而而加美上帝 第六节他怎么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见我的 狠球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面所依靠他 就得到帮助 所以我心里面快乐 我不用诗歌 来送着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高者 得救的保障 求你来拯救你的百姓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 来扶持他们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看见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好像突然间转过来 我们又问一个问题说 他的转捏点在哪里 他转捏点在 神一发生事情 让他转变过来 当个比方 当我们祷告 神随听我们祷告 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神改变了 那我们就 突然间在这个 几天以后 神改变事情 本来三天 五天之前 我们还是流泪满面的 来对神来控诉 来控诉别人 对神的倾诉 我们的苦情 那这边我们要问错 这个转捏点是怎么样 往往这个转捏点 不一定是在环境 在改变 是在我们心态的改变 信靠神是从心来开始 信靠神是从我们内心的改变 我们的态度 改变以后 其实我们生活的内容就不同 我们生活的结果就不同 这边我们看见 他说耶和我是应当轻松的 因为他听了我的狠求的声音 但是当我们读到第六节跟第九节的时候 我们又发觉 我们说神真的是能做了一点事情吗 第九节他说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 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是在这个个人来说 他应与他的祷告 来引发他对传会众里面 都求神来帮助传会众吗 这个我们可以很多的思考 但是有一点就是 这个世人 大卫世人 他怎么说 是我的力量 这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 是我盾牌 这是为我接党来保护我 力量跟蹲牌 就有点像就是攻击的时候 需要力量来刺透敌人 当敌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需要蹲牌 有能力来挡得住 保护我们自己 大卫不是来依赖自己的力量 他来唯一的盼望 就是神的力量跟保护 进一步他也相信 所有人要得到改变生活 生活方式要改变的话 需要神的力量 所以需要不但是个人 apply到所有的就是百姓的力量 受高者的 又得到有利的保障 受高者是谁啊 我们知道受高的 通常在古代里面 狂是受高的 大卫他自己他是受高的 因为他是个狂 你知道吗 他就被撒摩尔用油来告他 来接替这个少罗 少罗他在做狂之前 撒摩尔也把油用油告在他身上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神面前都很宝贵 就好像神用他的油来告我们一样 今天我们不是用油告 但是我们今天用这个水 他用这个洗礼 我们被借贷在神的里面 来放在神的底下 受他的保护 永远的成为 他是我们的保障 我们要在神里面 我们知道他是谁 所以在这边他提到 他是谁啊 他是久救的 他是赐福的 他是牧养的 他是扶持的 在这个整个视频里面 我们看见从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发觉我们可以再重新来思考 分断的时候 你可以减少 第一节到第二节 他们本来是又怕得要死 他是神的救 求你救我 第三节到第五节怎么样 他会好像嘴上都要死 好像要很怒气 看见不公平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为自己的事情 为天下的事情抱不平 但是到第六节到第九节 他就平静 快乐的要 好像要死 他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完全被放下来 神来激发他 对神信他的心 有时候是这样的 神并不一定是 每一次我们求的时候 他要离开就来拯救我们 有时候他会停手 他希望我们在学会 在这个时间来 以积极 稳定的态度 来与神上架 事情还没改变之前 其实我们要靠神 来改变我们心态 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不是不相信神 但是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看其他的 比我们对神更有信心 我们今天的世代 很多时候用这个怀疑 用这个假定 假定是错的 来做一开始 但是我们信仰 并不是这样 我们信仰必须要有肯定 相信会得到 这个心态 这会起点 在这个希伯来书 十一章第六节 他怎么说 他说人废有信 不能得神的行愿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要有 必须要信有神 且信 他闪赐 来寻求他的人 希伯来书 十一章第六节 真的 我们的信仰里面 不是从怀疑来做几点 从相信来做几点 甚至要相信 我们所教授的 必能成就 这个就是我们信心 所以当我们在问 说 相信神是什么意思 我们相信神是 你相信他爱你 你认定他是善良的 你来肯定 他的能力 是实实在在是伟大的 很厉害的 其实我们信仰 我们每一个星期 我们花时间 上教堂 我们花很多时间 在好像追求 不是 其实我们 每一个礼拜 就一个小时 上教堂 但是我们花很多时间 对自己 无能为力的事情上 我们都在嘴上 我们喜许的不安 惧怕 我们在这个惧怕 不安的里面生活 信仰神 他不但是一两个 沙漠的事情 信仰神是每天的选择 就是我们要选择 我们把我们自己 跟神连在一起 我们要在生命里面 要认定 他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 我们用这种信念 来读圣经 我们用这种信念 来这个 莫赏神的话语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心里面就会 从神的话语 得到这个 启发我们的心 让我们重新开朗起来 不会给每天的 媒体的新闻 叫我们卷上 我并不是说 我们不要看这个媒体 我们每天我这看 每天我看媒体的报道 让我们得到 足够的information 这个所谓记性 这个消息 但是在生活里面 如果我们要过一个 生活丰盛 跟这个跨越的生命的话 那我们需要有 足够的一个inspiration 足够的一个启发的 information是重要 inspiration更重要 这个知识 知识 信是重要 但是启发我们 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充满 热忱更重要 我自己有个例子 最近我看很多 information 很多的记性 很多不论是 在疫情方面 或者是全世界 全球 精致 很多 很多informations 但说人间你怎么样 你心里面就 哎呀 未来好像没有吧 我前景怎么样 那突然间我 就在上个礼拜 我说 哎 我需要 除了透圣经 以外 除了透过一些 熟灵一些 所谓的 所谓的 Formal根拳 那种 熟灵的书 来帮助我们 启发我们之外 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些 不同的一些 讲员 在YouTube里面 所以我们 选一些 很好一些 我很喜欢一些 别忘了 Eddie Stanley Joyce Meyer 很多不同的人 我来看 因为我每一个人 除了information 以外 我们需要inspiration 我发觉从他们一些 鼓励里面 来鼓励我 我想他们也需要 透过其他人 来鼓励他们 让我们需要 彼此鼓励 圣经是一个 infor 圣经是很多的 记载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反过来 是把它当个 information来看 我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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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但是我们没有用这个 抱这个态度说 神来求你 透过这个圣经 inspire我 来启发我 让我们得到 这个inspiration 所以 透过一些 另外一些人 他在讲圣经的时候 来启发我 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心里面 用另外一种态度 来看的时候 又好像又不同的感受 脱胎 换骨的感受 所以 我们就 要在主屋里面 我们要彼此名利 不要 单单是要 找自信 我们要 求神 让我们每天 上我们得到inspire 得到这个启发 我们信仰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我说我们信仰的生命 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来到神面前 很单纯 对神说 上帝啊 我们不要为自己生活 上帝啊 我们要相信你 当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我会相信你 当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 我会相信你 我会在你的帮助底下 我尽我的本分 全力以赴 要度过这个难关 但是我相信 你每一刻 与我同在 兄姐妹 在疫情之下 可能我们会遇见上帝 我很喜欢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当我们发觉 这个所遇见的思念 是我们不能逃避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个 思念当中 我们遇见神 我们可以在这个 思念当中 我们遇见我们自己 也可能再重新来 思考我们信仰 这个是真的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不要埋怨 在这个 这段时间里面 不要 要寻求 那个说的是对的 那个information是真的 太多fake news 太多这假的新闻 太多就是靠一边的 靠一面的一种的方式 让我们真的很难 做一个决定 但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不但是information 是inspiration 在一行下 当我们在读这个 诗篇28篇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我们 被他的这个改变 特别是第六节到第九节 来改变过来 我们要赞美 耶和华是应当轻松的 因为他听了我 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面依靠他 就得到帮助 我心里面宽乐 我不用诗歌来颂赞他 他是百姓的力量 他又是受告者得到的 得救的保障 他是拯救 赐福 牧养 扶持的主宰 兄姐妹 在疫情之下 我们会做什么 我想我们可以有几方面 大家别紧免你 在疫情之下 我们要赞美神 虽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困难不能阻止我们 的赞美神 有时候 赞美能够帮助我们 重新来信靠神 所以我们看见 很多兄姐妹都会 很自然的把很多 喜欢的诗歌 把它传出来 这非常好 因为我们需要 不同的诗歌来帮助我们 但是除了赞美神以外 这个是第一点很重要 在家里面常常来赞美神 第二点是怎么样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要尝试要做一点好事 做一些事情祝福别人 所以我们发动 一些弟兄姐妹去来 把一些口罩来送给一些 有需要的老人家 年长的弟兄姐妹 我最近也听见一个姐妹 她的爸爸 她也是刚性主的 她在家里面 每时可以 好像有时间了 她也是很能 能够来做这个缝衣的 她怎么样 她就系一下口罩 用一些口罩送给别人 她在疫情底下 她要做一点好事 来祝福别人 有些人会定时做一些视频 来讲一些鼓励的说话 传一些 她受到一个很鼓励的一些短信 发出去 有些人她会 做一分钟两分钟的 个人见证 与大家分享 这都是非常好 昨天我们在电视上 看见在新闻里面 可能特别是General Hospital 她那边很多人 在两旁排队 列队 当医生护士经过的时候 他们在为她鼓掌 在疫情底下 他们真的尾声 她牺牲为人类 为他们很多病人 来服务 所以他们需要得到很多的 很多努力 这些都是好事 我们说我们在疫情过去以后 怎么样在这个 我们所面对困难里面 来信告神 我们信告神 等我们想到神 要我们做什么对人好的 我们就去做 不要埋怨 不要只有埋怨 老天埋怨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当你有太多时间要做祝福别人的时候 花很多时间在祝福别人的时候 你就没有很多时间来埋怨自己 没有很多时间来埋怨其他人 因为你在成为天使 有祝福更多的人 因为你的行动 已经inspire很多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可能我们不会讲很多 那个启发人的信息 但是我们用行动来启发 激励更多的人 这个是好事 其实你知道吗 在疫情来还有没来日的时候 我们都面对死亡 我们生命无论怎么样 但是信主以后 我们生命就一直在 一直在上帝的讲管里下 我们都在上帝的手里面 从来没有改变 从来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曾经有一个见证 他一个是患肺癌 他又面对自己死亡 他所做的手术不能成功 所以他又面对等待死亡 但是他今天不是在买院 而是怎么样 他是在努力来祝福别人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态度 他只要生下来不强的时间 来生活在这个世上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积极的人生 原来他已经伤心 就是说 当我信主那一刻开始 我的生命已经掌管在上帝的手里面 从来没有改变 从来没有改变 所以他现在是每天 与耶稣同行 他用感激的心来每天过充实的生活 无论有病没病 都是他的人生观是这样 他现在特别是在患病的时候 他想是用文字 用图片 用视频来祝福他的家人 他看看有什么善事 好事可以做来荣耀神 另外就是 他允许别人来关心他 爱他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 他能够来帮助人 当他自己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不愿意别人来帮忙 因为他常常想 给别人帮助 祝福是弱节的行为 这个不是啊 能够帮助人是 是你的这个福气 但能够给人家的帮助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啊 因为你透过你 人家可以把祝福来帮助别人 这些人 他能够更加来感谢赞美上帝 所以这样很好啊 你帮我 我帮你 让别人爱我 关心我 我们也有时间的话 你帮助别人 最后就是他觉得从来没有放弃 要每天来靠神来过生活 直到生命终点为止 直到生命终点为止 所以每天我们都在依靠上帝 我们要认定他是拯救的主 他是赐福的主 第九节里面 他是牧养的主 就算是牧养人一样 想象就是四个二十三篇吧 一会儿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是扶持的主 拯救 赐福 牧养 扶持 那你相信神是怎么样 你相信神是一个拯救的神 是赐福的神 牧养的神 这个扶持的神的话 那你面对疫情 面对不同生活说 不能控制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惊慌 反过来你更能放心的来交托给神 因为信靠本来就是个交托 信靠就是顺服在神的底下 过每天生活 所以这个是诗篇二十八篇里面对我们所分享的话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建顾每个人的心 我们地点这个祷告 天啊 报复上帝 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把我们每个人交托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 承认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 我们充满很多恐惧 而神呢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绝不放弃 我们完全信靠你 不是一个上目两个上目的信靠 而是完全把我们生命照给你 因为无论结果怎么样 主啊 你才是最重要 神祝福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也为了做 我们每一个在建栏的当中的每一个家庭 我们为他们祷告 求你恩待 让是平安的上帝与他们同在 也让我们在身边的每一个 能够对这些我们所看得见的朋友 灵舍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为他们做一点好事 求你的名 求主来帮助我们 愿你的名被告举起来 我们今天祷告 祈求我奉主耶稣我们来求 阿们 好 我们现在有一些 教会的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 请大家来看下面的视频 一幕 我们现在宣布有关 肯育苗幼儿学校令人振奋的消息 从今年5月1号开始 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团队来领到幼儿院 我们感谢主拥有现场主管许可证的 Grace Yun姐妹 她会担任幼儿院的校长 而Vicky Choi将担任部分时间开发主任 他们将与家会同工一起合作 为幼儿院实施新的课程 跟计划 另外他们正在建立家庭关系 未来员工发展 社区外展 还有就是扩展幼儿学校的方法 我们感谢前任校长 Rebecca Lau 她在过去两年中 从头开始实施跟启动幼儿学校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新成立的育苗 幼儿学校的团队 一个新的团队 跟这个新的工作来祷告 也为Grace Yun来领到这个学校 这个新的职位 为她祷告 如果大家有任何一些查询 关于怎么样来读这个Huck Preschool 你可以跟Grace 或者是家会同共联系 另外就是在4月17号 周青山公共卫生部 他已经发出这个指令 就是要求我们所有在 自行任务的任务的时候 大家有戴口罩 请大家可能在这方面已经熟悉了 请大家来注意 另外就是在这个居家抗议 到月底的时候 延长到月底 所以我们尊重这个居家指令 所以教会不开放给任何人 所以教会同工也在家里办公 请大家来为这个事情祷告 也注意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没有人在办公 在这个居家抗议的时间 我们继续有这个不同的一些视频 来供应给大家来看 如果大家想来再继续来重新来复习 今天所唱过的歌 还有就是所分享的经文的话 大家可以看这个Facebook跟YouTube 还有就是我们教会的网站 连结所有的讲到一些视频 另外就是等一下我们10点45分 继续有这个Facebook Live 来收看儿童崇拜 我们由DCEH来复杂 这个儿童崇拜的事情 大家可以收到这个 在YouTube里面收看 这个零售分享 鼓励的说话 很多很感人的诗歌 大家可以从这个YouTube里面来收看 另外就是我们有三种的奉献的方法 给大家来选择 第一种就是用Sale 就没有收费用的一个汇款的方式 来收奉献 另外就是大家可以把奉献 投入在家务会的我们这个邮上里面 或者是你从家里面寄来给家务会 抬头写LCHS Luthering Church of Holy Spirit 然后你的地址就是Loreger2400 大家可以寄来给家务会 好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投信祷告 这样子我们特别在这个时间 我们为这个育苗 教育施工来祷告 先给我们新的团队 来帮我们带领这个神的施工 这个是从你的意向 给我们来开始 求主来继续来保守 让这个施工继续成传 说我们把在这个信团队里面的 Grace Vicky 两位姐妹放在神的手里面 说我们也为了未来 我们邀请了不同的老师 我们求主来帮助 让他们能够在主里面 比起套务同心服事 说让你的这个工作 可以发展起来 说为了里面每一个小朋友祷告 让每一个小朋友跟家长 能够在主里面 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能够在主里面来一起承载 承载在神的大物里面 说求你来恩待保守 我们也继续为 说我们教会其他 不同的工作祷告 说我们知道 在居家抗议的时间 很多工作好像也不能做 也可能也可以 但是也可以透过科技 我们也透过online 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神啊 因为我们要用online的事情 说我们可能要在其他方面 我们花的时间也不小 那神啊 我们求你恩待 让我们一些劳苦的 不会白费的 说求主来恩待 求主来继续来保守 下位的未来 神的工作 让这个福音继续 在不同时间继续被拓展起来 对吧 让你领得到荣耀 现在说我们为了我们一个身体软弱的 肢体祷告 求你来在他们的需要的上面 他们在呼求上面 说求你随定他们的呼求 在身体软弱的 求你抑制他们 求你健康他们的心 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把这送下的荣耀会给你 求你主要平安 是给我们一个信靠你的人 谁对我们祷告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里来求 Amen 好我们一起用主耶稣 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做我们同心 信灵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捐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而同行在天上 我们愿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脱离松恶 因为国度 全病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我们来领受祝福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 使他念光 光教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 上你仰念 是你平安 从今时 直到永远 Amen 好下面我们继续有一首歌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来唱 请大家用心灵诚实来听 懂得的话 我们一起来唱 好不好 愿神祝福 大家 也盼望我们在这个周 我们神继续带领我们 要平安 有一个谋神祝福的一周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阵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阵事 神仙爱你 神仙爱你耶税 我爱你 早有生命中一切 神仙爱你耶税 神仙爱你耶税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切是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切是 神仙爱你耶税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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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爱你耶税